1月29日下午,廣海鎮在廣海中學組織開展大規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篩查應急演練 演練無異廣海鎮也名返鄉人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為背景 迅速啟動核酸檢測工作應急響應,開展流行病學調查,安排開展大規模核酸採養等應急處置工作 演練現場設置等候區、拆運區、訊息登記區、採養區及臨時隔離區 多名代檢人員在現場工作人員、志願者和安保人員的引渡下 保持一米間距,做好個人防護,分批有序進行核酸採養 據了解,整個演練過程高效、規範,對廣海鎮應對大規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篩查的應急指揮能力 協調配合能力、快速反應能力、高效處置能力、後勤保障能力進行了一次大檢驗、大練兵 為下一階段疫情防控打下堅實的基礎 調配合能力、選擇